为什么我要买十辆法拉利 二十块钻石手表 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真的没有太大的忧愁 成为顶级球星 就意味着获取了巨大的财富 很多球员也会在拥有丰厚的身家后 开始奢靡的生活 可是从非洲农村走出的马内 却在消费上面非常的节制 他对那些奢侈品没有兴趣 他的心里始终怀揣着家乡建设 所以他一直亲历于慈善事业 用自己的财富让父老乡亲过得更好 是马内心中的第一想法 因此他与利物浦签下大合同后 开始为家乡建设学校 体育场 并修上了很多基础设施 在塞内加尔 马内的名字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卓越的囚禁 多年以来 马内经常给贫穷的人们购买鞋子 衣服 提供生活补贴 而在马内成长的村子里 他的慷慨捐赠几乎覆盖到了每一位村民 性格内敛 待人友善 乐于奉献 而又从不自我标榜 这就是普至男孩 马内 在场上努力踢球 在场下规矩生活 面对球迷和蔼可亲 面对荣誉不沾沾自喜 拥有巨大财富后 时刻思索着如何回馈社会 回馈家乡和身边的每一位人 这样的一位球星 怎能不令人喜欢呢